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博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几课咱们学了错误处理 对不对 错误的是在开发的时候发生的 那么也是需要在开发的时候解决的 对吧 好多人都把咱们这几课要讲的异常处理 也看成是错误处理 其实也对也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异常这两个字是什么呢 是在正常运行中出现的意外 对吧 什么叫正常运行中出现的意外呢 比如说妹子 你来上学 对吧 假如说你是带着班级的钥匙来开门 对不对 那一开门的时候 每天都是正常开门 对不对 那今天一开门的时候 钥匙断了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运行的例外 如果钥匙不断的话 就能正常开门来到屋里 对吧 对 所以异常是在程序上线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意外 就什么 那遇到这种意外需不需要解决 对 那异常是我们可以考虑到的可能程序 在某些情况下出现的问题 然后咱们在写程序的时候 就写出另外一种方案来 当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马上有备用方案启动 让整个程序不崩溃 对吧 比如说妹子开门的时候 那么钥匙一下断了 对不对 那就不进屋上课了吗 对吧 肯定有另外一个方案 对不对 回去拿钥匙开后门进到教室 对吧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形象的例子就比如说 比如说开车的时候 对吧 那每天每天都是开车正常下班 那突然有一天爆胎了 是不是一个例外 对吧 那解决的方案就是什么 是不是有备胎 对吧 备胎就是为了设计车的时候 就考虑到车子容易爆胎 对吧 避免不了的 有可能不一定什么时候就爆胎 对不对 但是有避免方案 就是什么使用个备胎 对吧 当爆胎的时候 把备胎一换 继续可以运行 那程序也一样了 对吧 上线好好的 但是有一些功能是干嘛的 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例外的 对吧 这就把这些例外情况这解决方案都写好 当程序发生这个例外 马上启动 对 处理 可千万不要把异常简简单单的看成什么 看成是一个错误消息的提示 好多人不会用异常 那用异常呢 他都是怎么用的 就是发生的异常了提示 你程序有什么异常 挂提示是没有什么用的 要只有提示的话 你不一定用异常处理 用异常以致是不是也可以做 对 对吧 最主要的异常不仅仅是提示 而是用来解决这个异常的问题的 就是什么 这才是用异常处理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老妹子 你就把它想成那个备胎就可以了 那我们看一下 那异常处理怎么做呢 其实异常处理在家里边西家家里边 或者是西沙盘里边用的是比较多的 在PSP里边有用的 所以咱们就可以讲 但是不像加瓦用的那么多 对了吧 像加瓦的API里边有什么 接口类和异常 就是他会把某个包里边的 大部分类的异常都想到都写好了 发生的时候 他们程序里边就已经库里边 就有帮我们解决发案了 而PSP异常是有限的 个别的包里边会出现 不是全部的 对是吧 所以异常的大家可以作为 重点了解的内容 对吧 不用也得说重点掌握 当自己写的时候 考虑到地方的问题 给你写或者别人写 进入异常的事情 你可以看得懂 对吧 大家学异常处理和加瓦里边西家家 或者加瓦区块里边的 道理都一样的 基本上这些跟对象有关的语言里边 基本上都异常处理 嗯 那好我们看一下 什么是异常处理呢 我们打开一个程序 比如说输出第一条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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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床 这是一条一阵 对吧 然后输出 比如说 开车 上班 这又是一条一阵 然后到公司开始工作 这三条一阵 那如果不发生任何问题的话 是不是都可以直接等到 对 都可以执行 那我们来密行一站 就是三条师傅 没有什么不能执行的 对不对 对吧 所以呢 在这个里边 那 在这个程序里边 我们可能考到的 会出现意外的情况的 说有点圣人 对不对 就出现一些异常的问题 对不对 会在哪呢 早上起床 那异常的就是起不来 对不对 起不来的 那解决方案就怎么的 打电话请假 或者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都可能会有例外发生 对不对 你考虑的越权 你程序将来运行的 肯定是越稳定 对 对 所以我们这话 比如说 早上起床就不做了 比如说开车上班这话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处理这个呢 如果考虑到开车上班 可能会有一些异常 比如说 堵车 对吧 或者是抱胎 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可以怎么办了 可以用踹 可能发生问题的地方 用踹 这是一个结构提议 也是一个语法结构 踹的英文单词是试试 对不对 我试着执行这里边的代码 有没有那意思 踹 直接用大块隔开 里边可以有一条 也可以有多条 听懂吗 也可以有十条代码 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 踹 试着执行的一条代码 如果有问题怎么办 然后这边有一个什么 叫做开车 看 所以异常处理就是 踹开车这种结构 看一下 踹 一个大块 对不对 然后c t c h 然后这里边是一个类 e x c e p t 这个类咱们稍后再说 好吧 就是这样的结构 这个结构不像说义符语句那样 否则语是不是同句 写义符可以不写否则 对不对 对吧 踹开车 这是一个完整的结构 不能只写个踹 不写开车 是不行的 它是一体的记住了 不能分开去写 就知道吧 而且踹开车之间是连体的 你不能和踹开车之间 怎么的 这些东西 所以这里边有两个需要注意点 什么的 第一个 踹开车 是一体 就知道吧 不能单独有踹 也不能单独有开车 对吧 第二个 踹开车 之间 不能有任何代码 听着吧 那工作的原理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 工作原理 看一下 什么工作原理呢 踹他们说了 是试着执行什么代码 对不对 如果没有问题 如果记得原理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早上起上上班 开车上班 对不对 然后呢 对 到公司 到公司上班 对不对 如果有问题 比如说 爆胎了 对不对 有问题爆胎了 那么我们这块里边 这里夹着我们就解决 爆胎的问题 对不对 这块写着 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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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胎 怎么的 继续 上班 对不对 嗯 在上 开始上班 然后这块 露出 露 块 很好 看一下 这个结构 现在try开始 咱们现在研究的原理 试着执行第一个 那么试着 执行 什么呀 试着执行 try 中的代码 对吧 如果 没有问题 比如说没有爆胎 对不对 那就正常情况吧 没有问题的情况是居多 对不对 意外毕竟是少数的 如果没有问题 怎么的 继续 就是直接 应该说 继续 继续 执行 谁啊 catch 之后的 代码 对吧 也就是 跟那些try catch 我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 先执行早上起床 然后开车上班 路况很好 对不对 然后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 不执行catch里边的内容 听懂吧 然后到公司 开始工作 你看 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对吧 那如果有问题 再哪有问题呢 开车上班的时候 对不对 路上 发生了什么问题 比如说爆胎了 对不对 对吧 爆胎是不是就异常了 对吧 所以这块开车上班 这块异常怎么抛出呢 这会需要抛出异常 异常是被抛出的 抛出异常 怎么抛出呢 抛出的词是thr rw 对不对 抛出异常 那异常是什么呢 异常是个对象 听懂吧 哪个类的对象 这个类的对象 看到了吗 是这个类的对象 所以我们在这边 就可以怎么办 你有一个dseptln 是不是创建对象的过程了 对吧 你有一个异常对象 抛出异常对象 那异常 什么原因呢 你可以把原因 是一个自动态 猜手写到这里面来 真的吗 什么原因 比如说 车子 什么 抱 胎 不是保胎 抱 抱 抱 胎 这样行吧 对不对 这发生意外了 那你们看一下 程序在执行try里面代码 如果有抛出异常对象的地方 那就可以把异常对象抛出 抛给谁 抱胎了对不对 抛给这个类 因为它是不是就是这个类的对象 对不对 相当于我们把这两个 他抛出那个对象 付给了那个e 乘以9 就这么规定了 相对相当于是这样写的 一个exc excptln 一个caption对不对 $e 等于new eseptln caption 里面写的车子破牌 是不是相当于这样的 咱们以前生命类的对象 是不是就这么做 对不对 只不过咱不是直接那么写的代码 因为你直接写代码付出这话 那就是直接说明它有异常 对不对 而是在某些情况遇到的异常 把这异常对象直接付给它了 跟这个写法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e就是哪个对象 是不是就这个对象 对不对 而这个caption是系统的什么 这话 第二个 excptln 是系统的类 也就是peerp给我们提供好的类 我们不用声明这个类 明白这意思吗 那后边的课程咱们会看一下 这个类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对吧 那这块就相当于构造方法 把参数传进来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里边 这个类 我们怎么办呢 这个类给它了 对不对 这是它的对象 那记住了 第三点 如果有一场对象 如果有一场对象 抛出 抛出 怎么的 就 就 怎么的 将 异常对象 给谁啊 给 太尺 中的类 对 对 然后 第四波怎么的 如果一场方法 出 那么 踹中 发生 异常 发生异常 的 什么 位置 发生异常 位置 发生异常 因为有异常了 就不能往下执行 对不对 发生异常的位置 后的代码不再执行 有异常了吗 比如车子爆开 你开不了了 路况再跑你走不了 对不对 对不对 而是 直接 到 哪里啊 开尺 中 这种啊 然后 开尺 中 执行 完成以后 再 怎么的 对 继续 执行 开尺 之后的 代码 刚刚这样了 再去执行 这个之后的代码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是不是 我们预想那样呢 现在是不是有异常了 那 程序到这了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原来是 早上起床 开车路况很好 是原来正常的 没有问题 对不对 现在我们看一下 早上起床 开车上班 换上备胎 继续开始上班 到公司开始工作 是不是程序还是 最终到了公司 开始工作了 对吧 那 程序有可能说 跟正常不一样 是不是得有个提示 对不对 所以 这个里边 是既然已经把对象给他了 把消息传给对象了 这个消息 我们能够读出来 可以 是不是在这个对象里边 这个对象有个方法 能读出消息来 谁 你里边有个 getmessage getmessage 这个方法是专门读 通过构造方法传的消息 再进 既然这个消息传给这个对象了 这个对象就能通过那方法读出来 知道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刷新 是不是 早上起床 开车上班 车子爆胎了 晚上换上备胎 继续开始上班 到公司开始工作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有几个细节 需要注意 有异常发生了 直接跳转到开车里面 大家可以挂了 对吧 然后异常之后的代码不再执行 开车里边需要做的就是什么 对这个异常发生时的解决方案 而不是单独的怎么的 其实是个消息 对不对 然后提示啊 报胎了 然后继续上班都不太好 对不对 把方案解决了 然后才能继续走 理论你吧 现在大家也应该理解 什么是try开始了 对吧 所以try开始分几步 没有问题的话 就是直接执行不到开始里边 对吧 所以大家在写程序的时候 可以把什么 可以把预想到的 就是可能会发生的问题 对不对 你还知道解决方案的问题 对吧 就用try开始去处理 不知道解决方案的 那只有就不用try开始 就是一个提示 这样成为崩溃就完了 对不对 对 告诉他得修复什么什么才可以 是不是就这样 如果我们能解决的话 就提供这种备写方案 好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 让大家介绍 什么是异常处理 好吧 好 那大家可以结合这个课件来看一下 try catch 当然try catch 它有一些更多的一些细节 对不对 对 那这节课咱们就先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小静靠